好 讲到前来关心的是 本土疫情降温之后 民众申请的防疫理赔金却达到了高峰 我们要先请教书涵 说之前的统计总理赔金额标破了83亿 这是不是对产险业者造成了一些危机呢 确实像采燕所说的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而且这个风暴持续在扩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标下的就是 每天赔4亿元 这样的一个金额真的非常惊人 而且根据统计到6月13号 防疫显得理赔金额标破的就是刚刚提到83亿 所以算下来一周的增幅达到5成2 结果呢再平均一下就是 每天赔4亿元这么惊人的一个数字了 那收的宝费到底有多少 其实只收了33.2亿 结果赔了83.5亿 算下来这是达到2.6倍 所以你看到这个天平真的已经失衡了 那所以很多的保险业者 现在都在寻求增资案这样的一个筹备 像是国泰产险的部分 他们其实在6月初的时候 他们内部的股东会就已经超前部署 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增资案 增资百亿 另外4家也都在沿拟当中 再来我们就看到赵峰呢 前5个月净亏损达到28亿元 国泰的部分也达到了4亿元 而我们看到金管会就证实了 产险工会方面已经申请了特别准备金 这个特别准备金呢 以往都是来因应这个重大事故 像是地震啦 台风啦 那现在我们看到特别准备金有161亿 那危险变动的准备金有320亿 因应这一次的情况 当然也会做出适切的应对 好 这一次应该也算是重大事故了 还要提起如果说家里面有做生意的这些商家 如果呢有收到5倍券 记得赶快去银行对领 说还是不是期限到这个月底 那目前统计大概还有多少钱没有对领的呢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的金额还没有被对领出来 这攸关大家的权益了 因为这个对领的期限只到6月30号 目前累积对付的已经达到了1.91亿张 总共是956亿元 不过还有4.7亿元呢 是没有领取的 这占总额的0.5% 而我们就来看到排名的部分了 在各家银行当中国泰市华呢是占了第一名 台湾银行第二名 第一银行在第三 再来呢我们看到中华邮政是第11名的状况 所以在这边呢也要提醒大家 真的只剩下半个月的时间了 做生意不要亏本了 所以赶快去银行来去对领 好再来关心的是房市 书海我感觉这两边的数据好像对不上来 像是建造执照的发放呈现衰退的状况 但怎么开工数却年增25%呢 确实像采燕所说的 其实这两个就是发建造跟开工 以前在2014年前呢都是正相关的一个状况 但是近几年呢真的已经出现脱钩了 我们就来看到在建造执照的部分 这个是走跌的一个部分 但是建筑物开工呢 你可以看到大幅增加了25.6%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像是2021年 在建造执照的还有这个使用执照的部分 都是创下双高的一个情况 但是有不少建商考量到的就是 供料双涨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一延再延一延再延 地延的效应之下呢就到了今年才开工 所以今年这样的一个开工数 其实有渴望可以来创造连续三年 都是已经开工达到13万户的 这样子的大量开工的一个情况了 而接着我们就看到 个人的房地合一税的一个部分 在5月的部分达到35.6亿元 那前5个月达到了140亿元 其实这两个数字都创下了 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记录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在六都当中 新北的部分年增幅达到了149% 其实这显示的就是 新北这边的房价的增幅 现在已经慢慢的抬升起来了 另外再来看到的就是台中的部分了 台中的部分是短期交易 非常的旺盛 它其实已经蝉联了 10个月的一个税收王的一个部分了 再来我们就看到台北的部分 其实表现就没有这么亮眼 达到14.8亿元 年增呢只有九成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呢 这个税收的情形是这样子一个来变动的 不过未来哦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有一些地盐效应的 所以在未来专家也认为 在税收的部分可能不会像现在 我们看到这么亮眼的一个情况了 那么我们还可以持续来观察 整个房司的走向 那更多资讯呢 也欢迎您可以扫描我旁边的QR Code 同时也可以在脸书粉丝团 或者是YT频道上头还有App Store 来下载的是TVBS国际Plus 那么可以带您掌握资讯 不漏接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新经济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